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明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电影行业曾经有一段时间 较为低迷的时期 随后电影工作者靠拍一些特殊风格的电影 粉红映画,也就是粉红电影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成功地占领了市场 而今天要聊的就是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的故事 我们无法阻挡 这天一位少女敲开了若松制作公司的门 女主叫吉泽惠美 从小怀揣着电影的梦想 这次是来应聘副导演的职位 成功进入电影公司之后 吉泽惠开始辛勤的工作 与其说是副导演 其实就是什么活都干 包括帮导演激发灵感 寻找合适的女演员等等 对此吉泽惠美并没有太多的怨言 她知道跟着若松向二 可以学到很多真东西 期待着熬过这三年 可以通过考核 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如此的想法 她身边好几个同事 都是因为理念不合而选择离开 当时间来到了1971年 吉泽惠已经在公司工作两年了 若松向二终于提出 让她写一个剧本事实 并教导她自己来导演 面对这个大好机会 吉泽惠美自然不会有丝毫的懈怠 她又是费寝忘食的琢磨剧本 又是在现场指导演员如何去表演 对拍摄的视角 七位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惜的是 她最终教出来的作品 并没有让若松向二满意 这代表她并没有通过考核 还想继续从事副导演的工作 不能独立拍片 吉泽惠美虽然很难过 但仍然没有任何想要离开的想法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开始慢慢怀疑自己 是否真的有能力成为导演 而偏偏在这段时间里 她又发现自己怀上了男友的孩子 本来吉泽惠美是开心的 还一度想两个人放弃电影的梦想 一起组建家庭好好过日子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不想负责任 直接是不告而别 在这样的痛苦与无助之下 吉泽惠美看不到活着的意义与方向 她也失去了精神的支柱 最终绝望的她吞服安眠药选择自杀 当时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 吉泽惠美在公寓内自杀的消息 很快就被传开了 若松制作公司的吉泽惠美的同事们 都陷入了集体的悲痛之中 那时若松校二刚刚与足力正声奔赴中东 拍摄以右翼活动家恐怖分子重防信子 创建的极右翼武装恐怖组织 日本赤军为题材的记录影片 赤军巴基斯坦的解放组织 世界战争宣言 若松校二也因为这部影片 被日本法院判处终身不得离开日本 2012年10月 若松校二因车祸意外而去世 享年76岁 影片中将若松校二的价值取向 职业生涯 艺术风格等方面一一进行了呈现 若松校二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 从小是好勇斗狠 后来又闯社会进了监狱 这些在塑造他个人性格的同时 也决定了他对待电影创作的态度 若松校二所拍的粉红电影 往往都掺杂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与暴力元素 呈现出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电影就是他的武器 是他与这个世界对抗的工具 因为这种强烈的社会表达 若松校二曾一度被日本媒体狂批 他的第二部作品《强中密室》 曾经受邀参加柏林电影展 结果却因为粉红情节和辱日 被批为日本之旨 但是这并没有打消若松校二的热情 反而使他在电影探索和社会表达上 更加的大胆与激进 他一次又一次将摄影机对准愤怒绝望的年轻人 用充满暴力的性和死亡 来宣告对权力的蔑视 对革命的呼唤与渴望 所以若松校二并非是一个贩卖粉红的导演 他的艺术成就极高 除了粉红电影教父这个头衔以外 他也是国际公认的黑白实验电影大师 如果说若松校二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代表着粉红电影人最澎湃肆意的激情一面 那么吉泽惠美则是指向他们背后那些 令人心灰意冷的悲情与残酷 作为一个电影流派 粉红电影通常都是以服务男性为己任的 是男性欲望的载体 女性在其中属于被剥夺被凝视的对象 在那个时代的粉红电影里 女性就是一个被消费者观看的对象 是充满了绝对男性视角化的产物 再加之六七十年代整个电影幕后中 女性工作者的数量是极少的 更别说粉红电影的幕后了 但恰恰因为这一点的冲突性 通过吉泽惠美的表现 观众就会看到男女间的对等如此鲜明 吉泽惠美呢身为一个女性 却偏偏要在这个领域大展身手 这意味着她要跨越性别 寻找两性平等的某种可能 女性的机会和资源自然是少之又少 吉泽惠美呢能够记住到其中 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说明了 得益于若松笑尔的开明 即便如此 起初呢和男同事相处的过程当中 吉泽惠美呢还是有意无意的 被区隔开来 当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谈笑风声时 她如同一个局外人一般 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端茶倒水 后来虽然她和男同事一样努力 但是她的拍摄视角 很难真正做到男性化 这或许是导致她 没有通过考核的原因之一 在天坛狂欢后 男人们畅快洒脱地站在楼顶 放飞自我 吉泽惠美呢 也按耐不住自己的内心 想要加入其中 但最终呢 还是被另外一个女生拉住了 这也表现了吉泽惠美 对于性别平等的渴望 事实上这种男人可以女人不行的双标 在当时那个时代 并不能完全解释 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与歧视 其深层次的原因 涉及到生理区别 政治 以及相关的文化构成 吉泽惠美呢 只是想追求 同男人一样的机会和发展 在怀孕之后 她意识到男女是无法摆脱差异的 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最终选择自杀 或许对于每个人来说 电影的意义并不是相同的 但她的魅力 就如同本片的片名一样 我们无法阻挡 若松笑二把电影当作武器 吉泽惠美呢 通过电影寻求性别的平等 而观众则是用电影来释放压力 抵抗人生的孤独与空虚 获得慰藉与鼓舞 找到灵魂的启迪以及共鸣 我们无法阻挡 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青春 它展现的青春是广义的 是能让人感同身受的 不过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和理解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曾经有过的那一波 热衷于粉红片夹带似祸的导演 那时的粉红片不是粉红 而是艺术 与那个时代席卷全球的革命 身体解放主题一脉相承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 我是小明我们下期再见